欢迎收看观众新科 我们都知道 华为是电子大厂 华为的伺服器 华为的手机一度称霸天下 也因为华为在电子产业的表现太优秀了 所以引起了美国的疑虑 引起美国的担心 所以上穷毕落下滑 全力的打压华为 可是大家就没有想到 现在中国公布 你现在看到画面 华为竟然是全国 中国全国最大的牛肉进口商 你不是卖手机的吗 你不是卖伺服器的吗 你不是卖所有的终端设备的吗 你怎么会去卖牛肉 好了 拜提斯 他有很多东西他要卖给阿根廷 他要去卖给智利 结果这些钱 这些国家根本没有外汇 这些国家根本没有钱 所以这些国家怎么办 我就拿我的牛肉 拿我的红酒来抵 抵到最后 华为竟然成为这个中国最大的进口商 而且恐怖的是 阿根廷76%的牛肉 就是因为这样子卖给中国 我们看之前 拜登曾经绩效说 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 根本就乱搞 根本就是一个烂账 现在我们看到 现在你虽然对于台湾 你不断的穷追蒙当 你对于美国你要去打个抵抗 可是没有的是 现在中国只要碰到中代北 他完全束手不设 中南美只要两手 一台湾 所有的烂账子 没有的是 所有的烂账子 中国自己要收 而且中国还被这些国家割酒菜 好 这一段里面有两位来宾 加入讨论 第一位是自身媒体人 姚卫德 卉成你好 大家好 对于是自身媒体人 卉成 大家好 好 卉成 我刚刚看到新闻 我吓一跳 他说 中国虽然公布的讲说 现在他最大的进口商 牛肉进口商 现在是华为 那为什么不是华为 他真的是把产品卖到阿根廷 你把产品卖到智利 结果这些智利刚刚停 我没有东西 我没有钱 我没有外汇 我不可以给你 结果就给你牛肉 给牛肉给到 华为变成最大的牛肉进口商 是 宝洁哥 我跟你讲 那位是说到天 马上是老为 华为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你有听过欠债肉肠吗 现在竟然是欠债肉肠 华为百般不愿意 如果我可以收到黄金万两 收到钱 我一定收 问题是现在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华为 他们本来讲说 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不管是阿根廷或秘鲁 他们都是把手机卖给他 甚至去帮他们盖基地台 是从2000年以来 就已经在那边深耕当地很久 就快盖着盖着盖着 过去这两三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跟中国开始打了一些贸易战 甚至又还没有进行 美国相关的升息 进行货币战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元很重要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自己本身欠美元 他就必须跟这些中南美洲的这些国家 然后南美洲的国家进行什么 货币的交换的政策 当时的想法是 哎呀我去帮你弄那些工程 风华网对我一点嘲讽说 你以前是卖手机 你卖伺服器的 现在也在卖牛肉了 是卖牛肉 而且我跟你讲 他已经卖到什么地步 他卖到他的官网上 竟然有告诉你这个牛肉是怎么样 你看阿根廷牛肉 因为我有太多的牛肉进来了 我有太多的红酒进来了 多到什么程度 现在华为居然成立了一个莫赛尔商城 莫赛尔商城他也保证说 这个就是阿根廷的牛肉 今天开始销售 今天开始销售跟他讲 他也去拍影片 告诉你 阿根廷的牛肉怎么吃 你知道吗 这个牛肉有两种 第一个是你如果喜欢吃古物饲料 你去吃美国的 可是你喜欢吃四炒的 有一张人喜欢澳洲 可是我听过我一个长辈告诉我 他说他吃过阿根廷的牛肉 而且是那种火烤的牛肉 天下美味 我跟你讲阿根廷牛肉 像是我不吃牛肉的人 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有一次 去吃阿根廷牛肉 因为我看过以前那个民族 安东尼·波登 哇塞 那用整个大翁在那边烤 你就会觉得说 那真的是美味 可是再怎么样的美味 当它变成是欠债肉厂 变成抵债的时候 这个我们本来以为 就是说这个阿根廷的牛肉 在那个华为的商场上卖 应该是卖得下下降 没有 现在至销 至销到他们 已经不对的在打 价格在打的情况之下 还是至销 至销到你知道吗 像华为的官网 必须要拍影片 告诉你 我告诉你这个牛肉 你要怎么弄才好吃 你要一开始解冻 你不要急速解冻喔 你要在这个室温之下 让它解冻八小时喔 然后你要大火怎么样好 分步骤 四大步骤 教你清除 教你怎么处理牛肉 对 而且你不觉得 不是 如果你今天我卖给你手机 我卖给你基地台 我卖给你伺服器 你先给我的牛肉 我卖得掉 你就算了 才的是 现在华为满手的牛肉 我华为要牛肉 我还要仓促 我还要冷冻 我又搞得有的没有的 搞得最后 更可怕的是 我卖不掉 完全卖不掉 而且卖不掉的情况 是导致什么 到他们自己本身的价格崩跌 他们今天中国 今年以来的牛肉 现在跌了16% 所以就心里想说 我跟你讲 其实华为 它大概进口过来 大概是几万顿嘛 他心里想说 那我也不是愿意的 因为反正到最后就是 人家付不出钱来 或是他要给我披手 我买什么披手 我要干嘛 所以我只好把当地的披手 拿去换有价值的东西 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牛肉 因为想说牛肉 好歹回中国卖 应该比披手 这些市场上卖 现在阿根廷 我也没有美金外汇 所以我根本拿不到美金 美金结汇 不能美金结汇 我用披手 刚才讲的 披手是一日三世 我今天拿的是这个价钱 搞不好我拿到了中国了以后 它只剩下一半了 对 所以其实我跟你讲 华为他们自己还蛮聪明的 他想说 哎呀 我不能拿这种 一日三世的这种货币进来 根本就是跟纸钱一样 因为贴墙壁都没有用 那你呢 怎样 就换一个乙物 义物 那阿根廷什么最有名 牛肉最有名 他本来是想说 那我换成牛肉 我回到中国卖 应该也还不错吧 起码 不要赔钱就好 就没有想到 因为量实在太大 因为钱 欠了钱一两亿美金 你可以想象一两亿的美金 他全部拿去买牛肉 然后那个牛肉 不小心就买了三万公斤的牛肉 而且阿根廷76%的牛肉 现在卖到中国去了 全部都卖到中国去 然后阿根廷 我觉得阿根廷的那个 卖牛肉的人应该很开心 想说 哎呀 我本来放在阿根廷 还没有那么好销售 没有想到现在中国 这么爱吃牛肉 把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 买光光 哎 不好意思 那个不是买了阿根廷的牛肉 买光光 是因为真的没有办法 太多栽了 所以你说阿根廷的牛肉 是这样子放木的 阿根廷的那个放木的牛肉 牛肌 有这么多 是 而且我跟你讲 事实上因为 我有朋友是很喜欢吃 阿根廷的牛肉 他们说 阿根廷牛肉吃下去 人是真的会比较 比较勇竟 这是真的 所以换句话说 本来你这样这么多的牛肉 弄到中国去 照理说 你就这样慢慢卖 应该也是一笔收入 你说多赚也没有 可是至少可以收回一点成本 结果现在 哇塞 整个库存多到 完全卖不掉 我跟你讲 他超级好笑 他现在呢 因为摘太多牛肉了 所以他把一部分 皮属拿去换什么 换红酒 然后告诉你吃牛肉 可以配红酒 而且跟你讲说 可以这样进行一个搭配 所以人家都心想说 他现在真的是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 牛肉你还要有个仓促 你还有个 所以太多 对你太多啊 所以他现在变成 买一部分 拿去 移过去 变成红酒 所以他们现在华为 商城越卖东西越多 你知道吗 不仅有红酒 有牛肉 现在竟然连 大西洋的鲑鱼都来了 所以明明是卖手机 卖基地台的华为 现在感觉起来 它的商城越卖越多 但是你说 商城越卖越多 你卖的掉也就算了 并没有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们后来就觉得说 真的 真的没有办法 这样再下去的话 怎么样的情况 你会发现 以前之前有人讲说 你华为包山包海 当时认证会在2013年的时候 还讲说 我没有要卖牛肉 我不会从事服务业 就没有想到 它现在变成 中国最大的牛肉进口商了 而且不小心就超过第一名了 而且第一名 可能价钱还被它这样 一打之后 竟然跌了16% 那今天价格 从每公斤77块 降掉了66块 而且这个真的是 我看起来 它目前为止 牛肉可怕是超过第一名 而且你刚刚讲的 中国现在就跟中南美 打交道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笑 本来一本是说 你去跟中南美打交道 你是去挖美国的墙角 你是在中国的后院 刚刚讲到 你是长驱尺路 就威胁到了 美国的国家安全 可是妙的是 刚刚讲 我去跟阿根廷做生意 我去跟智力做生意 我拿不到任何钱 我换了一堆牛肉 跟换一堆红酒 那你想说 那只有华为吧 没有 现在中国有另外一个 汽车公司也一样 一样是外销到中南美 最后也是一物一物 最后也是换了一堆 没有钱 只有一堆东西 没有而且这家公司 最好笑 它是江淮汽车 它呢事实上 你知道吗 他们那时候 在发展自己的汽车的时候 他本来心想说 那我可以去行销全世界 后来发布了 人家日本啊 美国啊 欧洲啊 谁要买你的中国车 就搬不出去 后来他心想说 那我去东南亚 后来发现人家东南亚人 也宁愿买日本车 就是不买 到最后 他只好就到了 那个秘鲁啦 阿根廷 自立这些国家 然后你知道 一样面临到同样状况 货款 那不然我给你 那个披萨好了 你给我披萨啊 干嘛 不然你要怎么办 那好了 那我一样拿这个 而且我跟你讲 他们就说 那是安徽老乡 想出来的这一招 他说我们又 以物易物 也就变成红酒 对 那红酒上面就讲说 是江淮汽车进口的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他们情况 他们的经验 比华为更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在中国卖酒 是要有酒镇的 是要特取执照 所以他不能对外卖啊 所以你知道 他们本来是放在 自己内部里面 然后心里想说 好我现在有 非常多的红酒进来了 那我要怎么办呢 那我就鼓励员工买 鼓励员工买 但是量实在太多了 几十万箱 你请买 后来你知道怎么弄吗 就有记者有餐会嘛 就开始送记者 后来记者就心里想说 为什么你一直送我红酒 你不是汽车公司吗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你为什么是在家公司 你卖汽车的 你一直送我红酒 对哦 对所以搞了老板 后来他们才从 旁边的人知道说 哎呀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外国的货款 收回来 怎么有办法 那个币子不值钱了 我们只好把它换成 有价值的红酒 但我就懂了 为什么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 他当时讲说 在里面非常不屑地讲 当时大家都在讨论 中国有多么样的强大 事实上中国在处于 经济崩溃的边缘 它根本就在悬崖旁边 对于一带一路 他讲说 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 失败倡议 他们在这里面 找到突破了吗 你看看在非洲发生什么事 不要说在非洲 在中南美洲一样 刚刚讲 以前都是中国去割 中国人的韭菜 去中国人割全世界的韭菜 现妙的是 现在智力 现在中南美洲 第一个 我跟你一物一物还算好的 我给你牛肉 我给你红酒 还算是有东西给你 我觉得智力更狠 智力直接 你到这边投资理矿 我直接帮你割韭菜 我直接帮你给没收了 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很 而且我说一句实在话 我某一种程度上 我也非常佩服 因为什么 他们就一句话 行政熟食 然后就变成是你投资 你花了一大笔钱 几十亿美金 然后你去弄那个锂矿 然后弄那个锂矿之后 他们就跟你谈一些条件 四十亿美金 他就谈一个条件 说那我买你们这25%的股份 他说你买我们这25%的股份 是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限制 你呢可以当我们的大股东 但你不能取得相关的机密 而且你也不可以拥有 实际的一个经营权 后来他讲说 好像没关系 你这个智力政府 应该是出来担保 那我们应该也是相信你嘛 没有想到时到今日 这个天启礼业 他本来是中国的礼业王 他现在说从2021年开始 确实这家公司是有赚钱的 没想到隔几年之后 你知道他怎么样吗 他怎么了 他说你有赚钱 那你要补税啊 你要缴税啊 然后补税跟缴税之后呢 你知道这一招最厉害 他的国营事业 并入了那家名气 之后呢 并入了那家名气呢 之后呢 你的股权就被稀释掉了 所以呢 现在变成 这一家这个天资 就是刚刚提到的天启礼业 完全被排除在外 所以公司整个营运 整个决策 自己都没关系 所以中国的天启礼业 我在智力投资了 40亿美金 我丢进去 当时讲得好 我在这边 我弄了一个什么 我在这边弄了一些 所谓的礼矿 我要掌握这些的矿材 对 结果没有想到 智力居然把你给 全部都给赶走了 是 换句话说 他就是这个名气 被这个国际给吃了 吃了之后 这个国际来主导 国际主导之后 他就把这个中国资金 排除在外 他说你有投资我们 我们赚到钱会分给你 但是所有相关事情 跟你没关系 然后还同时 你过往不是有配到钱 不是有赚到钱吗 给我缴税 给我补税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就讲说 全世界原本大家都认为 只有中国去割别人韭菜 没想到现在智力 学到他这一招了 反过来割中国的韭菜 有人看了就说 哎呀真是大快人心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秘鲁 这秘鲁这个也是 秘鲁也这个样子 秘鲁这个也很有意思 本来他们是讲 说我们这个地方 让你也是投资 几十亿美金 然后我们这个港 要你建一个叫做 前凯港 然后本来这个前凯港 预计在今年底 就可以一个开幕 就盖了之后 既然今年三月 传出一个申辩消息 什么样申辩消息呢 他就说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都要取得 相关的核准执照 但是我们这个 相关的核准执照 是没有办法 让一家企业单独持有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 行政疏失 所以你的钱 可能就没办法了 就没了 跟智利一样 行政疏失 我把你四十亿美金 投资了以后 把你给赶走了 秘鲁你现在 投资这个前凯港 你钱也去投资了 你也把我港口都盖好了 你的港口都要使用了 那我再告诉你说 我行政疏失 又把中国人给赶走了 对 他们就像说 不好意思 我们当局没有办法 有这个权限 把整个港的一个经营权 批给一个企业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行政疏失 所以四个字 行政疏失 一个字 十亿美金 这就是中国现在 被割韭菜的一个代价 这些蛮以为说 你进到了中南美之后 你进到了美国的后花园 你本来是要对美国 进行了一个 刚刚讲的 这个屠杀的行动 就没有想到 你被割韭菜了 而且现在看起来 这个割韭菜 随着中国经济出现问题 被这个南美洲 割韭菜的情况 会就像骨牌般的 一个一个传一个 因为每个人都发现 哦 原来这招可以用 哦 原来你用这招 他也不敢拿你怎么样 大不了 不敢怎么样 大不了我牛肉再给你嘛 大不了我红酒再给你嘛 你可以拿多少 就拿多少 所以割韭菜这种风气 以及导账 或者是行政疏失 这样的风气 看来中国未来 会面临要越来越多 好 玉坡 该讲的 现在本来 之前讲说 你进到了中南美洲去 当时为什么要叫台湾去 因为台湾跟中国 势不两立 你只要台湾进去了 跟人家成为邦交国了 美国就不能 中国就不能把势力伸进去 结果没有想到 后来中国把台湾一个一个逼走了 然后一个进去了 就才发现 中南美洲 根本不是他想像这样子 最近有个新闻 是墨西哥的大选 刚才讲 墨西哥大选 一个市长 市长很大 当街被杀掉 对 再来讲的话 其实墨西哥 他的新任女总统 是一个女生 好 在选举之前 竟然他们选总统 还有其他的县市长一起选 在选之前 竟然有38个候选人 被杀死 38个 不是三个 不是八个 只有38个候选人被杀死 然后呢 墨西哥 对 墨西哥你要能够选市长的 也就是在这个社会 有一定分量的 对 选个市长会死人 对 选个市长会死人 然后在投票日 当天呢 还有两个人 直接被打死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你就知道说墨西哥那地方 你要选举 有多闷多闷的困难 好 那你说选前 你说纷纷扰扰 一定有嘛 但是死到38个也太多了吧 但你选后呢 这个市长桑雪茨 他是已经当选了 当选了之后呢 然后他跟他的保镖 一起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有一台车子 货车开过去之后 就对了他们 扫射 然后就死了 然后大家想说 不是选举完了吗 对 他扫射 对 扫射 然后选举完就 选举完竟然也 让这个桑雪茨 这个市长也死掉 好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这一个呢 是一个 他是一个公平性别委员会的主席 他在选前就一直告诉大家说 一定要去投票 用你的选票 把黑帮赶出墨西哥 然后选完之后呢 他也被杀死了 就在家里门口 就是被武装分子 直接把他打死 所以你就知道说墨西哥选举 不是你选完就好了 选举可能会出人命的 不是 我们讲的 墨西哥因为刚刚讲的 北美贸易协定的关系 很多的国家的资金已经继续了 他现在选举还这么可怕 选举就是非常的可怕 而且呢 他不是说在深夜 不是说在秘密的地方 像这个墨西哥市长的候选人 巴黎恩斯托斯 他在拜票的时候 直接就被开枪近距离 在拜票的时候 爆头 然后呢 他打死他的枪手 又被另外一派人马 从后面爆头 所以你就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世界啊 就是这个市长候选人 被人家打死 然后呢 打死他的枪手 被另外一派的人 可能也是要保护市长的 又把他从后面打爆头 所以呢 这个东西来讲 你会觉得说这个 而且那个凶场 凶手当场被隔壁 对 凶手当场被隔壁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墨西哥的市长 罗默恩斯呢 他也是因为有黑帮 来恐吓他 叫他不要选 但是他说不行 我一定要选 结果呢 在选举投票前一天 人不见了 然后呢 告诉大家说 哎呀 他就是不敢 他一定有什么贪污 他一定落跑了 结果在他们家后面的水坝 发现他被吊在那里 也被杀死了 吊在那里 对 所以呢 你现在要在墨西哥选举 你后面一定要有黑帮资源 但是如果你就算有黑帮资源 可能会有另外一个黑帮 黑区黑 来杀你 所以呢 现在来说的话 一个选举竟然造成 38个候选人死亡 这真的是天下奇闻 而且你说只有这个 所谓的墨西哥吗 没有 关你嘛 拉西亚干嘛 黑帮居然可以掌控监狱 当黑帮掌控监狱之后 这个监狱就是为所欲为了 大家有想过说你进去关要怎么关吗 如果我在瓜地马拉 你是有权势的黑帮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他们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当地的政府就说不行 你们真的太嚣张了 为什么进进出出 监狱就是应该关起来的 可是呢 他们常常有些人关一关就不见了 人就不见了 所以呢当地的这个警方就进去突袭 进去突袭之后呢 真是吓傻了 跟我们想象中的监狱不一样 他们已经全部打通了 变成一个开放空间 以前的那个那个官设 是一个一个独居坊 现在没有 现在被这个18黑帮呢 全部把它打开了 然后呢也做成自己的一个图层 最离谱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说在关要的时间太无聊了 所以呢他们要养一些宠物 他们养什么 养稀有的鳄鱼 养什么 养碗熊 还有真奇的鸟类 他们说因为他们要打发时间 所以呢他们自己找工班 来这里面打了一个水池 然后呢再从其他地方 走私了这个鳄鱼 监狱还可以走私鳄鱼 监狱还可以走私鳄鱼 然后呢还有这个碗熊 最离奇的是说 他们竟然在他们的监狱里面 有非常多的枪支 所以呢他们不是来关的 他们是来休息的 所以等到他们有需要出去外面 给人家火拼的时候 他随时又可以出去 所以这就是瓜地马拉的一个现实状况 你要进去关 你也要有实力才可以关得好 好 听会儿 刚才讲到中南美洲还有非洲 其实是台湾跟中国 两个最重要的外交的战场 本来刚才讲 这几年来一直想把台湾给排除出去 这几年台湾也在这个所谓的 中南美洲的外交节节的败退 可是没有想到中国进去了 你也跟智利做好朋友了 你也跟阿根迪做好朋友了 你也跟韦利罗拉做好朋友了 就刚才讲到 你都被割酒散 我觉得华为最好笑 你卖给人家基地台 你卖给人家伺服器 你卖给人家这个所谓手机 最后换了一堆牛肉 换了一堆红酒 红酒跟牛肉卖得好就算了 红酒跟牛肉到中国根本滞销 你不但滞销 你把中国的牛肉市场 整个都打乱掉了 你知道吗 其实台湾在经营中南美洲的时候 也是常常受到这样的一个 你知道吗 就是损失啊 真假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以前美国 他们虽然以前有说门罗主义对不对 然后以前欧洲国家 也曾经经营过中南美洲 都受其害啊 你知道吗 以前你知道我们这个外交人员 如果跟中南美洲这些政要 他们如果要约时间的话 晚上如果约个五点六点要吃饭 其实大概到九点以后才会吃饭 所以你很多东西来讲 跟中南美洲有时候签契约 有时候签合同啊 完全是无效的 你就要看他心情 有时候要跟他抹 然后要跟他这个所谓的 这个关系要打好就是了 我听我一个朋友讲 阿根廷连INF他都敢给你搞了 我最后就告诉你 我人也怕我什么都抹 你要给我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我这个货币贬值 我根本不在乎 是啊 我们常常讲阿根廷别会有哭泣 不是吗 当然说阿根廷也不要为中国哭泣 因为其实中国自己要摸摸鼻子 因为这些国家 你要跟他做这种经营 常常讲说 中国把一带一路也推散到 中南美洲国家 但是对中南美洲国家来讲 其实他们比中国更厉害 因为他们直接把中国的资产没收掉 这才是直接没收掉 他也不管你 反正你如果想要跟打架到 你就跟我打架到 你不想跟我打架到 没关系 我也可以找其他国家 我们认为说跟中南美洲国家在这个进行 而且他们基本上黑帮也是很重要 刚刚提到薄熙哥有没有 如果你要在中南美洲经营生意的话 第一个你也要请保镖 对不对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邦交国海地什么状况 到处枪杀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地方 当然你说美国影响力在这里是有的 但是很多地方 他们也是左派 他们也是想要去反美的 所以他们想要借由中国势力进来之后 但是又把中国东西吃掉 其实这个叫黑吃黑 你知道这个在中南美洲常常盛行的 好 国陈 但另外一个就是 土耳其跟中国他们讲的关系很好吗 如果关系这么好的地方 刚刚讲的土耳其是现在第一个 除了美国之外 可是美国是嘴巴讲讲 他现在直接对中国的关税 汽车关税 磕百分之四十 对 中国电动车 那你中国的朋友到底在哪里 他已经快要变成全世界的公敌了 虽然两个在外交上好像很好 艾尔断跟习近平还握手嘛 感觉还是body body body 可是遇到真正有生意上纠纷的时候 土耳其才不手软 所以从七月开始 他就要克百分之四十的关税 是这个很高耶 对 四十还不是高哦 因为中国电动车很便宜 所以他还加了一句 如果税额不到七千美金 那先收七千美金 超过七千美金再算四十 这还有个地板 对 所以他的地板叫七千美金 因为太多便宜的车 我收不到七千美金啊 21万耶 很多中国车搞不好 21万你说四十怕其实也收不到嘛 五十万台币你收四十怕才二十万而已 所以先收21万 每台币21万 接下来再算超过了才算四十怕 所以就是地板然后往上收 最少就要收你二十一万台币 对 刚刚讲 现在中国的汽车到全世界人人喊打了 为什么要打吗 土耳其不是做这件事情还不行 因为土耳其被称为欧洲的汽车零件库 欧洲虽然很多车厂 它没有车厂嘛 可是很多车厂的零主件在那里加工 土耳其的 在土耳其加工 所以T1它第一阶的工艺商有四百多家 零主件有五千多家 所以整个土耳其都在加工汽车零主件 如果欧盟汽车厂被打垮 土耳其就产了一年一百多亿美金的产值 也是台湾的第五大工具机出口国 为什么拿我们买很多我们工具机是什么 打这些汽车零主线 所以遇到这种重大事情 一百多亿美金的事情 我才没有再对你客气的 我就是对中国下痛手下杀手 克四十加七千美金 而且中国现在电动车 还不只在世界辈变成全世界公敌 连中国都快要打所谓的汽车价格内战 跟互相抹黑了 因为没想到中国机力汽车 也就是买像Volvo的中国机力汽车 他说现在中国的汽车内卷的程度 刚刚讲的价格战是浪高于一个浪 正在讲说什么叫做价格战 无尽无尽的内卷 这粗暴的价格战 就是偷工减料 对 因为已经杀到每个都见血见骨了 那代表他每个东西 要嘛就是比成本还要低 可是赔钱赔久了 不可能杀头生意没有人做了 最后就是一定偷工减料 所以电池 电池突然失火爆炸 这很正常 一下子就烧光 你看这个电池电里面突然间冒烟 冒烟感 这个是电池电 你不要以为看到这个状况 你还以为没事 要赶快跑 因为接下来会烧 而且会烧光 因为锂电池一定 接下来就会失火 接下来就会全部烧光 你就等着他静静烧光 那如果你住在高楼层就危险了 要小心中国电动车 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之前就觉得 为什么中国的车子这么不稳定 中国的车子为什么现在到处都在火烧 搞了一半天是 你的价格战 简单粗暴的价格战 就是偷工减料 规格就会出问题 而且你到底有没有做好 都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中国人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查他的电动车 会不会漏电 而且电动车会漏电 电动车会漏电 台湾也很难想象 奇瑞汽车 车主就测试 结果在车里面竟然可以看到静电 这样静电会产生 那代表车子里面有电 当然你看到静电 可能也可能是静电摩擦了 太干燥造成了 所以你就拿验电笔来测测看嘛 结果用电笔去测 就是电笔 对 验电笔去测 还真的去测的时候 还真的有电压 所以连那个前车盖 因为那个前车已经没有所谓的引擎在里面嘛 所以前车盖去测的时候 竟然会有电 而且摸车嘛 还有感觉 电压竟然达到110V 所以他们去测漏电 这个电不但是你会爆炸 不但你会烧起来 你到处摸 你去摸车盖子 你去摸这个车把手 都会漏电 对 前车盖 没有引擎盖嘛 叫前车盖 前车盖有电 轮胎也有电 这就很奇怪 而且是从奇瑞到比亚迪 全部都有电 而且比亚迪最近还发生一件大事情 这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比亚迪有一个车 有一个车主 江西一个车主 很爱比亚迪 也支持中国的比亚迪 他就去买了比亚迪来当网约车 就是我们的Uber轿车的意思 结果他开到一半下雨天 第一次开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怎么会被电到的感觉 开始送客人的时候 叫客人赶快逃命 自己在车上被电到 他被电到脑干出血 结果比亚迪大概出面解释 这不可能啦 他是自己中风 自己脑干出血 结果女儿把他送去就医的时候 医生检验出来 出来了 他是真的电极伤 被电极伤 对 电极伤 他是一个司机 在这个司机开车开着开着 他居然就昏倒了 还没几天 昏倒了以后 确定是因为电极伤的关系 脑干出血 比亚迪的主张 是说他自己可能脑中风 因为脑干会出血 叫中风 他自己的问题 而且是手脚麻木 不是被电到比亚迪的解释 而且去车已经没有电了 当然电都跑光了 可是怎么可能 你在车里面自己中风 身上会脱皮 而且去送医检验的时候 说是电极伤 但比亚迪的龙船服 讲得很好听 内卷就是中国的自然现象 中国哪一年没有卷 卷了十年 大家卷 回忆十年后还是很甜美 这就是中国品质 竞争力 好 宇萱 另外一个要讲到 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美国真的开了绿灯 美国开了绿灯 你就发现 北约的武器 整个美国的武器 跟俄罗斯的武器一比较起来 俄罗斯的武器 根本英雄无用武之地 连他们现在号称 全世界最好的五代战机 苏凯57 都被无人机给炸掉了 保雷哥不止比亚迪会电人 最近俄罗斯也是被乌克兰 电得非常惨 为什么 因为原本大家讲说 苏凯57 是俄罗斯号称最先进的战机 他等于是什么角色 等于是F35 是空中总司令的概念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空中总司令 糗大了 为什么 因为停在停机坪 连飞都还没有飞 一台造价高达15亿台币 保雷哥 结果你知道被多少钱的 无人机毁了吗 多少钱 大概三万块钱 三万块 三万千 三万块就给你输赢 15亿 各位 这发生状况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停机坪的画面 原本的苏凯57 是停在我们讲大庭广众之下 这真的是光天化日 为什么 因为他想说 我在俄罗斯境内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会被你攻击到 所以大喇喇的停在这边 停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2024年6月7号的这个照片 结果6月8号 他就被炸了 对没有错 各位你看左边是原本 完整的苏凯57 结果没想到右边 整个形状是还看得出来 但你仔细看发现 吹吹吹 为什么 因为他等于是用这种 很清醒的廉价的无人机 去突袭 掌握到他的位置之后 进行整个我们讲自杀式的攻击 但因为他攻击之后 你知道他会发生什么 他会爆炸 爆炸之后 碎片散的到处都是 但我们刚才才跟各位讲 苏凯57是一个空中总实力 所以代表有一件事情 他机上装载的都是 非常精密的配备 包括你讲的隐形也好 包括你的雷达也好 包括你的感知也好 他哪惊得起这种无人机的碎片 扎吹吹吹吹吹 整个碰到整个飞机上 全部到处都是 所以他们通话也讲说 没有办法 没救了 他说这台苏凯57报废了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 你越是高等飞机 刚刚讲第五代战机 对不管是这个所谓的F22 或者是F3 我都非常娇贵 我飞上去一次 飞下一次 我要全部洗过 洗过了以后 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抹布 而且这不同的抹布 整个清理 那都要专门的学问 所有东西清理过了以后 刚刚讲 因为你要有 你等于说你要隐形 你的蒙皮 你的所有的涂装 都要非常的完美 我旁边 我早就用钉子把你敲一下 你就什么都完蛋了 对 保安根说到重点为什么 因为他之所以要这么强调 他的隐形战机 以及他的功力 就是代表他非常的娇贵嘛 碰都不能碰 但是他被这个炸毁之后 他们就宣告说 没救了 真的没救 而且这个时候行动是什么产生的 代表美国有援助吗 为什么保安根你仔细看那种照片 他是在7号的时候 才刚掌握到这个位置 结果没有想到 他在什么时候 8号乌克兰马上就发送攻击 等于就是说 美国一侦涉到或者说其他国家援助的时候 一侦涉到 57星人光天化之下 停在这个大庭广之后 马上攻击 所以隔天之后你看反应之快 迅速的一天之内 而且美国我觉得非常给俄罗斯难堪 当时在炸的时候传出这个消息 俄罗斯没有没有 我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这个事情是谣言 结果 中美国马上把这个照片给出来 6月7号 6月8号 你同样都停了苏凯武器 你的状况 你受伤的程度一目了然了 而且更衡的是什么 他说我们刚才那个是近卡 我只是给你看远卡 你在这边停了多少飞机 我都清清楚楚 我都清清楚楚的明白 所以你知道现在俄罗斯 是面对到最大的囚禁 他连这个都照出来了 这个照出来了 这边就是苏凯武器 你停在这里我都知道了 对而且你看往上边 往左边走 左上方 还有123456 还一大队飞机 我都看得到 看我要不要打而已 而且不只是这样 现在俄罗斯最大的处境是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讲那个叫做境内 所以他变成是 真没路撤也没路 为什么 因为当我往前的时候呢 这个哈尔克夫 已经成为一片战局 已经变成绞肉场了嘛 我所有俄罗斯派的 不管是步兵连 不管是装甲连 甚至是资源的连队 我只要一往前进 越过雷池一步 老德哥你知道什么会飞过来吗 什么会飞 无人机会飞过来 海马斯系统的这个火箭 我们讲陆军战士 我们看到了前一段时间讲说 俄罗斯要发动了一个下级大攻击 俄罗斯当时集中了 数十万的兵力 在哈尔克夫不断的推进 当时还讲说 乌克兰节节败退 可是你当开了绿灯之后 乌克兰俄罗斯就没声音了 因为俄罗斯的后勤 俄罗斯的补给 全部被截断了 对 那个画面惨烈到什么地步 因为他打了大量的急速弹 他专门的瞄准就是说 我是针对你人而来 我是针对你地面部队而来 坦克而来 所以我不用大规模毁灭这种武器 我只要用这种急速弹方式 等于是什么 杀虫技一样 等于是你越利一方 对没有错 你看叙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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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范围之大 但你以为只有入侵战士只有急速弹吗 各位不要搞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弹头是可以换的 所以呢 最后俄罗斯想说 好 那我哈克福不打了 我退回俄罗斯境内也可以吧 不行 也不行 为什么 他们就退回到俄罗斯境内 開始進行集結的時候呢 比如說他跑到一個烏東這個地方 叫做盧竿斯克 然後跑到烏東 然後你以為說往後撤沒問題嗎 不行 陸軍戰術導致又來了 你說宇軒又是急速戰鬥嗎 不是 他給你展示不同的活力 就各位你看到畫面 有沒有仔細倒 就只有一發 就只有一下 砰的一聲 他直接把所有俄羅斯的據點裡面的戰車 一併的摧毀 為什麼 他改成這種高爆彈 就是我用這種高能量 而且是強大的破壞力的 就單一彈頭一樣 把你的機體給摧毀境內 而且不只是這樣 甚至他們兇殘到什麼程度 他是不是想說已經轟炸到境內了 你以為只有無人機 你以為只有海馬斯 你以為只有陸軍戰鬥 不是 保雷哥 戰機都飛過去了 他現在烏克蘭連戰機都親門打 我就直接飛到你22零空 開始對你去投地 開始對你去轟炸 空軍都來了 對 所以你想想看 那如果之後F-16來了 F-16能不能裝載投彈 也可以啊 他可以打你空 也可以打你地 那你想想看 他變成 所以F-16動起來了 對啊 那比你俄羅斯的軍隊變成是 我進也不是 退也不是 我安全前後都是四面楚歌的狀態 這個心理壓力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看到現在烏克蘭 不只是有這種美國有如神助 連勇氣都來了 連講誰給的勇氣 直接看一看畫面 烏克蘭他就在這種狀況 狹路相逢勇者勝 他開了一台N2 A2的戰車 剛好你知道遇到誰嗎 遇到俄羅斯的裝甲車 BTR82A 就各位現在畫面了 那你仔細看囉 有沒有看到 遠遠的開始對轟 我看到你 我也沒打算退 高速行止 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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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注意到 左邊的是那個N2 A2 結果右邊的一直重彈 一直重彈 就是俄羅斯的裝甲車 最後你看喔 開始雷殘了 開始越走越歪路了 結果下一卡 你會發現 裡面的人從上面跳下來了 裡面的人滾下來了 受不了了 最後這台車就直接這樣 旁邊雷殘雷殘 整台車都毀掉 他們等於說直接在正面對決狀況之下 那好像中世紀武士拿著長槍在對撞 對 等於是兩個人騎身嘛 我拿著長槍 你拿著長槍 反正我們撞下去 就是要有一個人倒下 而且不只是這樣 現在俄羅斯已經窘迫到什麼地步 窘迫到連自己最新的2S43 他們講自走砲系統 各位 這是他們新出來的 才剛發包 然後剛陸續伸展出來 就你現在看到的 都不得已要派上前線 那你說為什麼 他連這種武器都派上前線 因為現在烏克蘭 烏人機實在太可怕了 出神入化 坦克 他還可以精準的從你上方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坦克 都會包圍著這種無人機撞擊的地方 你仔細看到 保倫哥 他這個躲繩 他往前進了 你再說 怎麼包成這樣子 沒關係 我先停一下 然後呢 往上 然後這往裡面 洞裡面撞 他會轉彎 他對我會轉彎 我才不會傻傻的撞下去 所以你知道 坦克也要 甚至他連人都撞 有人騎這種佔用摩托車對不對 拖車 然後騎在上面 就騎著急程罩 無人機也來 反正只要鎖到之處 俄羅斯現在士兵人人中日惶惶不可 孔子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到處都有無人機 隨時有可能 會從你背後冒出來突襲你